北京时间9月24日消息,WTA超五赛事武汉宝球公开赛,今日继续女单首轮比赛的争夺,中国金花王强发挥出色,最终只落两盘,以7-5和6-2击败希腊选手萨克里。 取得对对手的三连胜,成功晋级第二轮,而从资格赛中突围的金花王亚凡,连丢两盘,以3-6和3-6不敌贤美王甲军得主凯斯,遗憾止步首轮,王强,2-0萨克里王强本赛季的状态保持得相当不错。 紫亚运会尚未免了女单星牌,美王杀进了第三轮,上周则在广州赛中占得自己本赛系第二个WTA赛是单打冠军。 目前的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了第34位,超越章率成为金花一截,本下比赛王强凭借排名直接入眉正赛。 首轮比赛的对手是目前世界排名第29位的希腊选手萨克里,这两位选手过去有过两次交锋,王强保持全胜。 今日胜盘比赛中,两位选手开局的争夺较为激烈,双方在自己的发球局中都打得十分强势,前十局中两位选手各自饱发战车5-5平,王强随后取得关键破发,以7比5先胜一盘。 第二盘比赛中,王强逐渐控制了场上的局面,他在本盘的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都保持在70%以上,在自己的发球局中仅仅丢掉了5分,没有让对手拿到一个破发点,而自己则在三个破发点上完成了两次破发。 最终王强以6比2的比分赛胜一盘,从而以总比分2比0几外对手进,即第二轮。 全场比赛耗时一小时41分钟,王强在第二个比赛中的对手将是首轮轮空的赛会八号种子。 结合名将亚普利斯科王,王亚反名比良凯斯另一场比赛中,从资格赛中突围的王亚反名战目前世界排名第18位的美国选手凯斯,后者是前面王亚军得主。 这是两人职业生涯首次交锋,今日首盘比赛中,凯斯率先发球,他在开局之后,迅速控制了场上的局面,在本盘轰出了三个S球,一发的分率保持在80%以上,成功化解王亚反唯一一个破发点,而自己则在六个破发点上,完成一次关键破发,最终一路保持领先,再顺利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。 之后以6比3先胜一盘,第二盘比赛中,凯斯的优势依然明显,他的本盘再次轰出两个S球,一发的分率和二发的分率,都领先于王亚反,中国金花紧接拿到一个破发点还没有把握住,而凯斯则在九个破发点上完成了两次破发,最终美国名将以6比3的比分赛胜一盘,从而以总比分2比0击败王亚反进击第二轮。 全场比赛耗时一小时二十五分钟,而在今日进行的其他女单手轮比赛中,斯洛伐克名将其布尔科娃直播两盘,以6-4和6比3击败于幸运落败者。 身份参加正赛的罗马尼亚挂球手尼库莱斯库,白俄罗斯选手撒巴伦卡敖战,三盘以7-6,2,2-6和6比2击败西班牙选手南瓦罗,瑞士资格赛选,首格鲁贝契战三盘以6-3,5-7和6比4击败西班牙资格赛选手托莫, 澳大利亚选手加夫里洛瓦直播两盘,以6-2和6比4击败在会之号融资,前法王冠军得主奥斯塔彭科,李田勇。